三轮车 这样吃力不太好的工作 年轻人不要做的了 年轻一辈没有用三轮车了 我这间店 从我的真祖父到现在 大概有一百年的历史 前面塞在都是坐三轮车 或者是修理 我是第四代船人 从我父亲手中借手 大概已经有三十年了 这几年比较少 一年里面没有几两万两人 以前槟城小贩三轮车很吃香的 槟城大概也有三四千辆 三轮车以前也有千多辆 后来现在交通化大了就渡渐减少了 槟城载人的三轮车也是剩下整百辆的 很多旧的三轮车我放心 一辆三轮车真正要做了二十天 要会木工 铁器工和脚车的工 一个车厢做起来的时间大概也要五六天了 然后你准备它的铁器之类的东西 也要三四天了 你做好了还要油漆 后面那个车骨做了也要两天 三个车轮做大概也要两天 多数是车轮的 东西常常转会比较快的 换车胎之类的 这个会比较长的 我轻手做的也超过整百辆了 一厢工程好像你完成了 一个三轮车你看了 你满意这样 会吸你了 做了就怎样了 我的儿子都不要做 没有接班人就不要去想回来的 做到不能做为止 我也要用了 做个小子的热度 我来说 在设计 一证 现在 releases 做成 的